醫院上你家庭診碼 有沒有看過什麼最失控的舉動 真香拔呼吸管 這個好嚴重喔 我們預告的就是一個阿伯 就是已經在家戶病房了 已經住了幾天了 結果這個住幾天的阿伯 他其實狀況真的很差 可是家屬他們就開始就說 財產分配 可是另外一派 大姐派的就不是這樣說 大姐派說爸爸生前 就不喜歡被插這些 爸爸就不要被插管 所以大姐派說 一定要把他起來 真的就一起來探訪的時候 就大家一起握著那一根 然後在那邊 握著那一根 你講話好好講 那一根呼吸管 那一根有氣管 插管的氣管內管 就是他抓在那邊 他們想自己來嗎 他們想要自己來 他真的想要 他不知道底下有那個 他們不知道 可是大姐都覺得自己把他拉起來 因為他覺得這才是真正 孝心的表現 因為爸爸生前確實 就是有交代 就是說他真的不希望被插管 就看到這種場景 我們都傻了 所以我們這時候 最後只好告訴他們說 這真的是違法的 你如果插了管子 不是所有家屬下去 同意簽署的話 你不能直接把他拔起來 任何人都不可以這樣做 紅鼻詛咒是什麼 是 那這個是我在 住院醫師的時候 照顧的病人 那他是一個反覆 有安胎過多次的一個媽媽這樣子 那進來安胎的時候 就整天很憂鬱 那我們去探望他 有一天 大概快三十三週左右 我看到他在寫字 拿一張紙 然後用紅筆慢慢地寫 慢慢地寫 我想說時間差不多 他是不是在幫 小朋友取名字 我看到上面有名字這樣 我就問他說 媽媽 你是不是在幫小朋友取名字 那名字叫什麼這樣子 媽媽就惡狠狠地瞪我 這個人是我的小姑 然後我看滿滿一張紙 都寫滿了他小姑的名字 這樣子用紅筆寫滿 他說我要詛咒我的小姑 因為我會這樣子反覆住院 都是我小姑害的 他說上一次 原本安胎回家的時候 因為他們住在一起 那小姑類就說 她身體不舒服 不舒服的話 媽媽就要燉一些 進補的東西 因為住在一起 沒有辦法不吃 就吃了這些東西之後 就開始公縮不舒服 所以又住院了這樣子 所以她覺得都是她小姑害她的 他說她小姑明明 平常跑來跑去 也沒看到體虛的樣子 就那個時候她回家的時候 看起來特別虛 所以她就說要詛咒她的小姑 寫滿了整張紙 後來的話才知道 那個媽媽其實住院有點久 稍微有一點 產後憂鬱那種感覺 不過其實像這些狀況 就是我們在醫院的時候 常常會發生這種狀況 可是有時候 有些難題 連醫生都沒有辦法解 我們先從夫妻方面 來討論一下好了 我這幾天遇到一個 非常非常怪的案例 那一次是一對腹肌 讓我的門診 那先生看起來 就是不是很甘願的樣子 我看她病例就四十幾歲 是我門診的初診 會從來沒看過她 她一坐下來的時候 我就問她說有什麼問題嗎 她就沒講話 就這樣瘋滴滴的 她太太就這樣推她一下 等一下 不敢講喔 好 我來講 那個醫生你幫我看一下 她左邊乳房那個 是不是做的 然後我說有沒有搞錯 這是怎樣 應該是女生下來 然後男生這樣問吧 我就說我看一下好不好 我就一看 左邊真的是鼓起來 大概A罩杯 右邊就平平的 我一看我就說 我的感覺就是 這真的哪有什麼 不過男性女虎症的原因很多 那個有人肝尬腎不好 只要男生代謝 女性核酸膜的功能不好 另外我就說 還有一些藥物也會 你先生有沒有什麼病嗎 有沒有什麼特別的病嗎 他說沒有聽她講 沒有聽她說有什麼病 她先生說有... 我有胃食道逆流 她太太就發狂了 我說 你為什麼會有胃食道逆流 我為什麼他都不知道 我今天想說 妳就... 他應該... 好激動喔 我就想說 那應該就是 應該就是你搞的 我覺得啦 壓力給人家這麼大 這一定會有胃食道逆流的 我一開始做得到好多心理窩 對啊 我說應該是你搞的 但是我又很好奇 我就說 你為什麼一直說 你先生這個是 是龍的 我說這個講法很奇怪 他說他這半年非常奇怪 我說實在很奇怪 他這半年都沒有碰過我 我每次找他 他說性智缺缺 你看這個全部又隆起來 我懷疑他外面有小山 而且小山應該是男的 你看 你又說 好會想耶 我一直看他 他在想什麼 他看太多發言 他還敢講喔 我說 我說我沒關係 我就不敢講話 我就說我先幫他 你先生檢查一下 看他到底為什麼男性乳乳症 結果下禮拜回來 他先生就拿了那個藥給我看 我一看那個胃藥 我就說 那個 有一顆胃藥會這樣子 會這樣子 那個機率很重的 那女生如果去吃那個胃藥 不就... 會不會熔爐喔 你試試看 就沒有這種案例 好 另外一顆腸胃主動的藥 他會讓蜜乳肌數過高 那個蜜乳肌數 男生只要蜜乳肌數過高 就會揚尾 就會沒性質 而且他先生還合併有 可能是先天性的 甲狀腺功能低下 甲狀腺功能低下 也會蜜乳肌數過高 所以我就說 你應該是誤會你先生的啦 他應該是藥物 跟甲狀腺功能低下引起的啦 之前碰到的一個 也是跟這個夫妻有關 造成的一個問題 那時候是一個大概五六十歲的 算是中年婦女啦 來急診 來急診很典型的症狀 就是說 那結果新症狀腹一做 就是很明顯的 我們講那個 奇特的就是說 後來我們把這個 上阿姨啊 送到導管室 趕快去通血管之後 發現他血管完全沒有事情 那為什麼 但是... 但是在做我們... 我們講說做左心式顯影 就是做... 怎麼講 就是照他的心臟的功能的時候 發現他 非常的差 那時候我們就懷疑這個 這個阿姨得了一個叫做 章魚糊心肌 這個算是一個 比較少見的 我這邊有畫一個 我只聽過不須章魚糊飯 這個 就是章魚糊 對 而且真的就是章魚糊耶 這個是左心式 旁邊白白這個是心臟的肌肉 是 裡面是心臟的空腔 所以正常書章的時候是放大的 收縮的時候你看 心肌應該會蒸後 壓住中間的空腔 了解 對 血才會射出去 所以正常來講會變那麼 這麼細 收縮的時候 但是所謂的章魚糊症候群 就是說 他收縮的時候 整個心臟其實都沒有收縮 跟舒張一樣 只有脖子這邊 我們講就是 所以他血液出不去 對 所以心臟光怎麼變很差 但只有這邊收縮 就跟日本人在抓章魚的那個 小糊一樣 所以叫章魚糊症候群 他其實另外一個名稱叫做 心碎症候群 心碎 或者是壓力性症候群 對 章魚糊是比較特別 比較有趣的名字 對 那這種疾病通常都發生在 停經後婦女 大概就是五十歲到七十歲之間 然後通常會有一個很大的壓力 所以我後來就問他說 他是有發生什麼事情嗎 這樣 然後他才跟我講說 他 因為他五六十歲了 他先生其實也差不多年紀 但他先生是一個 等於是小公司的主管 他懷疑他 先生最近可能有小三 然後事實上兩個就開始爭吵 那其實那一天剛好也是 剛從律師樓回來 因為已經在談後續的事情 那他自己壓力很大 他想說到這個年紀 還要談離婚等等 小孩子之後大了 結果他在過程中 就開始胸悶胸痛 然後後來才發生這些事情 那後來這個阿姨 其實後來恢復是不錯啦 後來我們就當然 除了藥物給他之外 一方面也給他做一些 心靈諮商等等的 就是說這個 好男人很多啊對不對 什麼東西啊 什麼東西啊 小男人很多啊 我想大家不要這樣子 他是心臟科 他不是精神科的 沒有 多太多 其實夫妻關係不好 還會影響到小孩子的照顧 是 我們當時在大醫院的時候 有一個七個月大的小孩子 那我們早上大概八點多 九點多去查房的時候 發現那個 其實我們都覺得 這很稀鬆平常 因為可能媽媽去洗奶瓶 去上廁所 去倒垃圾 我們就在那邊 把小孩子的狀況 檢查完 那想說 檢查完如果媽媽剛好回來 就剛好可以解釋說 這個孩子發生什麼事情 結果檢查完 媽媽還是沒有回來 上廁所便秘也不應該這麼久 所以我們就想說 好啦 那跟那個護理人員說 幫我跟他媽媽講 如果說這個孩子 明天應該是可以出院的 我們今天可以先幫他辦 明天的出院手續 大概過了一個小時 護理人員打電話來說 陳醫師 那個媽媽 剛剛你找不到的那個媽媽 放著七個月大的小孩子 在那裡 沒有人管 他回家了 他回家了 然後其實那個護理人員 也很認真 他也覺得怎麼可以這樣子 他問出了詳細的狀況 媽媽跟爸爸 上個月才離婚 小孩子剛出生耶 七個月 七個月 上個月才離婚 那離婚的時候 這個爸爸說我不要服養權 媽媽說要 那OK 兩邊談成功 但是爸爸說 所以他們早就約好了說 每個月的第一個禮拜是 爸爸照顧 所以呢 剛好今天是換班的日程 你竟然沒有來 還跟我說什麼塞車公司 事情多忙 沒關係 我回家 後來我們當時候就覺得 這也不大對勁啦 就找那個社工 把那個爸爸媽媽 兩邊都找過來談說 就算你們有這樣子的情形 剛剛講的是夫妻之間的 有的時候 我們在醫院會碰到 是另外一個大戰 就是婆媳大戰 這個比較恐怖 在診間 兩個女人的戰爭 真的很恐怖 我相信江醫師非常有經驗 其實我之前就遇到一個女生 我是覺得她還滿可憐 三十幾歲她來我門診的時候 她就跟我說 那個醫師可不可以幫我 排一個詳細一點的檢查 我說你要排什麼檢查 她說她覺得她肚子很脹 肚子好像有東西這樣子頂出來 吃東西也很脹 什麼也很脹 我說那你那個 肚子掀開一下我看一下 她就掀開 我就暈眩 我就講不出話來了 我不是害怕 因為我本來想跟她講一句話 我不敢講 我說我本來想跟她講說 你這個是胖 不是脹 沒禮貌 沒禮貌 沒有 就是胖 那個就是不是脹 因為脹的那個 這個肚子就是硬硬的 對不對 我就摸到 她就 我就摸就覺得就是 是大 她那個是胖 我說你有沒有去看過腸胃科 她說有 我說腸胃科醫師怎麼給你那個 她說她就叫我給我一些藥 又叫我出去外面買益生菌吃 因為你知道嗎 我就覺得她沒事 我總要給她一個膠帶 可是就覺得很討厭 總覺得沒什麼事 你叫我幫她排檢查 我就覺得很高 我說這個好像沒有 很明顯需要去做檢查的必要 我說你擔心什麼 她說 她覺得她一定有癌症 講到她就快哭了 那我就你知道嗎 醫生會心軟 我說好啦 那我就做一下 就做完下禮拜回來 太好了 都沒事 我就跟她講 我就說 沒有怎麼樣 沒有看到裡面有任何的異常 她就開始有點 真的嗎 你確定我沒有得癌症嗎 我真的沒有得癌症嗎 講一下就開始哭 哭哭啼啼的走出去 我就跟知證的護士講說 你要不要 出去看她一下到底什麼回事 你很抱 你真的很關心病的 沒有 她就這樣哭哭啼啼 我覺得好像 我以為她 別人會以為 我在裡面做了什麼 她在幹嘛 結果而且明明沒事還哭 對啊 她就哭啊 我就說你去看一下 她到底怎樣 她老公就獨子嘛 結婚第四年了 到現在沒有小孩 她媽媽給她非常大的壓力 她婆婆每次都跟她講說 如果你真的生不出來 你要不要考慮 不要跟我兒子在一起 這樣會當惡我們家 對啊 再過幾年這樣子 我兒子萬一也不行 這樣怎麼樣 這樣子我們家傳統介紹 都會有問題 你要不要考慮 乾脆不要跟我兒子在一起好了 所以她壓力非常非常大 當然你知道嗎 壓力這麼大的時候 你自癒神經一定會失掉 你腸胃道都是自癒神經在管的 你如果是自癒神經失掉 你腸胃會不會不舒服 當然會啊 所以她當然永遠 可是她就是沒有病啊 她唯一的病就是 壓力太大 對身體不調而已啊 我一聽話的時候我就說 你出去再把她叫進來一次 我就請男生 我就跟她講說 我說我跟你保證 你肚子真的沒有問題 你肚子的不舒服 是因為你壓力太大 你真的沒有癌症 你不要擔心 因為我想說她又擔心 自己生不出來 又擔心自己得癌症 這樣子當然永遠沒辦法受孕 對啊 對啊 我一直在身 跟她保證說 她沒有癌症之後 她終於有點好說 至少她沒有得到癌症 結果後來好像心情 就稍微放鬆一點點 她竟然在十個月之後受孕 太好了 對 為什麼我也知道 因為她後來雖然沒回診 因為我後來收到她的油飯 而且還是有雞腿跟乳蛋那一種 是特製的 不是一籃給你這樣挖一點點那一種 所以我知道她懷孕成功了 對啊 就是壓力太大 沒辦法 肚子壓力真的好大 而且四年耶 四年 結果就遇到那種阿嬤來看診 那兒子很孝順 我也不知道兒子也硬 把媳婦也帶來的 就是她的老婆也一起帶來 三個人一起進來看診 結果進來看診的時候 一開始就覺得那種 阿嬤坐在那邊 然後坐得就很瘦 就是肌肉量也很少 就很瘦的那種阿嬤 然後旁邊兒子站著正後方 一直微笑 然後另外一個媳婦 就站在很門邊 最門邊的角落 就是站在最旁邊 站超遠 我就開始講 阿嬤 你骨子瘦 注意啊 這樣太瘦 對骨子也不好 現在容易有肌少症 肌肉太缺乏 骨子也不好 要補充一些足夠的蛋白 會比較好 講完這句事情就大了 阿嬤就說 就只是連吃個菜 都叫我吃飯就好了 菜也不給我吃 她這樣子怕說我吃太多了 已經吃垮她了 我想說 結果想說尷尬了一下 真的好尷尬喔 然後就接下來 就稍微安撫一下 就說不然 阿嬤還有要另外多運動喔 結果人都不讓我出門啊 他們都關起來 都不給我出去啊 我十分都要出去啊 我怎樣都沒辦法啊 然後想說 真的就是五月天 最怕空氣突然安靜 就真的就突然就一陣子安靜 就真的就覺得 那瞬間的壓力非常大 就下一回合 過了第三回合 也是一直類似的場景 結果好不容易找到藉口 就剛好來的時候 結果只有兒子跟媽媽 阿嬤如果出去就把阿嬤支開 故意去驗個尿好了 阿嬤去驗尿就有時間 問了兒子到底家裡什麼 他兒子就說 因為這個狀況 已經持續一陣子 因為媽媽就說 媳婦在家會偷他的錢 阿嬤就覺得錢一直有變少 結果媳婦在家 我看到他錢放哪 只要兒子一不在就是咆哮 然後大聲罵他 一直去屈喚他 他說他在兒子面前 都是裝的這樣 那兒子說他其實也很無奈 這是他們兩個之間的一些狀況 他也調不平 所以他自己也不知道怎麼辦 結果過一陣子 發現下次回來的時候 他就想說 兒子為什麼要往門邊 越來越往門邊站 他說最近媽媽跟他關係 也越來越差 因為媽媽覺得 最近媳婦已經生氣 所以有時候就比較少回家 可是媽媽覺得錢還是有變少 所以換成是兒子的錯了 然後覺得越想越不對 因為他覺得媽媽的行為 最近幾年是越來越異常 是 所以媽媽一回來 我們就開始做一些 簡單的檢測 畢竟年紀也到了 大概七十多歲 所以就跟他做一個 簡單的失智症的篩檢 最後發現媽媽真的 後來實際做一些新試測量 都確實是失智症的 那所以失智症有時候嚴重的 加上一些藥物 加上日夜顛倒的狀況 就會有一些開始精神症狀 妄想 然後就開始想一些不存在的事情 所以慢慢的我們把一些藥物 做了一些調整 他吃了一大堆藥 把它大量的減少 加上作息正常的時候 他其實這個精神症狀 就大幅變好了 可能就至少就沒有再覺得 家人有偷他的錢 所以關係整個就好了很多了 好險 不然這樣每天過日子 好辛苦喔 對不對 壓力非常大 這是失智 媽媽失智症的關係 那像我本身 我媽媽自己就是一個 失智症病患 但他現在沒有住在家裡 像剛剛他這樣講 其實我媽媽曾經也是 就是有一段時間 就是有被害妄想症 所以會隔離 因為怕他會傷害我們 可是你知道 有一天我被護士通知 晚上大概十一點 多趕去醫院 我說怎麼了 他說妳媽媽今天跟誰講話 都不行啊 就是一直發脾氣 一直說要妳來 我就問我媽媽怎麼了 她說 我跟妳說 錢也就算了藥 怎麼那麼可愛 因為他說每天晚上要睡 就是晚飯過後 是要吃八顆藥 可是今天護士給了他 這裡面只裝了六顆 那我就問護士說 真的是這樣嗎 他說沒有沒有 我們真的給奶奶是給八顆 可是會不會是 這個過程中 他可能到他手上 掉了或什麼的 掉了兩顆 或者是他剛剛有撿到兩顆 他才會這樣認為 可是我就是問不出答案 然後我就問我媽媽說 那妳現在有沒有不舒服啊 他就說沒有 我說那妳沒有不舒服 就是沒有 都有給妳吃 他就一直堅持說 他覺得剛剛巡房的那個照護員 撐到一點多才 你就隨便少兩顆 像糖果比較像的那種 口服店給媽媽吃一下 妳就會斷招 就沒有葡萄口味這樣子 就這個是很頭痛的事情 還半夜被叫去 對 那我要講的一個案例 是我自己親身碰到的 也是一個十字中的一個老人家 大概在晚上十點多 就是基本上大概就是要 就寝的時間 所以有一個男的 帶了一個外籍的女士 就用輪椅推個老太太 進來掛急診 老太太會講話 你問她一個問題 她會講 她會回答好幾個問題 可是都不是針對妳的問題 才回答 就很健談 就妳問她什麼 她都講別了 問她哪裡不舒服 看起來好像是肩膀痛 因為她肩膀舉不太起來 那男的是她兒子 兒子就眼神 對那個外籍的女士 就看起來不太友善 有點折外 我們一開始以為 那個外籍女士是一個 看護 外傭 後來知道不是 是她的外配 太太 那什麼情況 就是說 她的媽媽好像是一個老人家 老人家可能自我照顧 能力不好 可以行動 可是自己沒辦法 起居沒辦法自我照顧 所以她的太太就照顧 所以剛剛去幫她洗澡 洗完澡出來之後 她媽媽就抱怨肩膀痛 所以她就一直怪她 所以一定是洗澡 說妳大概太用力了 好吧 那照顧還是光偏好了 那照顧看起來 其實也沒有骨折 我們就跟她兒子解釋一下說 這個計劃上 我們打個止痛針 回去給她稍微吊帶吊一下 回去了之後 其實不到兩三個小時 大概十二點過後 她太太 配她先從自用車載過來 她才躺著不能動 躺著不能動 她躺著不動 一度就很痛 我就看起來就有點急性疼痛 我們就問她發生什麼事 那這個外配不會講 就她問她什麼 她就一直看她的先生 不敢講 不太敢講這樣子 所以我們大概看多了 大概也知道 我們在想說 會不會是她現在會打她 會不會家暴 所以就怪妳媽媽 沒有照顧好去揍她 我們當然也不好意思問 她現在一直在旁邊 所以我們打完止痛針之後 問她有沒有好一點 這個外配就一直說沒有好 一直搖頭 一直搖著沒有好 就覺得很怪 就很怪 後來怎麼辦呢 好吧 我們就再打一針 那再打一針之後 她先生剛好去上洗手間 我們就去問 那問一問 就比手劃掉 剛剛發生什麼事 她就一直比媽媽 所以回去老太太 其實老太太是個 獅子的老人 就她的行為 她的行為 當然不會像正常人一樣 妳把我弄痛了 我當然要報復妳 所以回到家裡面 大概是在家裡 不知道什麼情況 從樓梯上把她推下來 就把她推下來 所以推下來之後 怎麼 她就 幾個台階 就背 攻 所以有個急領疼痛 她是不敢回去 對 她不敢回去 所以我們大概就知道 她是一個 獅子的老人 沒有看過醫師 被一個沒有被專業指導過的 一個媳婦去照顧 所以這種情況 如果說妳沒有處理 她根本的問題 婆媳關係一定不好 兩個互為仇人 夫妻關係一定不好 對 她一定認為 妳在沒有把我媽媽照顧好 對一個新到台灣來的外配 她孤立無援 所以這樣怎麼辦 所以我們後來 就把它留下來之後 隔天我們就請我們社工 第一個我們告訴她 第一個 妳媽媽需要看醫師 妳媽媽失智需要看醫生 第二個 所以後來這個 我們就介紹她的外配 然後去參加我們獅子的病友班 所以她跟病友 去互相接觸之後 知道獅子老人怎麼照顧 那我之前是碰到一個婆婆這樣 就是一個阿姨 那她做完子宮頸抹片 受到回調 回診這樣子 所以她就來到醫院 那來到診間就跟我講說 她收到抹片的回調 回調說是子宮頸發炎 她說醫師我有看過你們節目啦 你們節目上都說 這個子宮頸發炎 跟性行為有關係啊 我已經十幾年沒有性行為了 怎麼可能會發炎 我過去幾年也從來沒有發炎過啊 其實子宮頸發炎很常 就是最常見 黴菌發炎啊 細菌發炎這樣子 假如她不太聽 她說 我覺得我就是被我的 這個媳婦給感染了 我的媳婦啊 常常白天都不知道去哪裡 都不知道去哪裡 搞不好在外面有小王了 回來因為我們都住在一起 所以被她感染了這樣子 她不是說有性行為嗎 她說因為他們都共用這個 洗手間這樣子 洗手間 對 共用洗手間 你想到哪裡去 你真的很單純耶你 是媳婦傳給她 反正好說歹說怎樣就講不通了 她說 我下次啊 帶我媳婦來給你做那個 抹片檢查 我說 好... 我心裡想 媳婦好可怜 對啊 結果真的隔一周啊 她真的帶她媳婦一起 她媳婦好乖喔 對 她媳婦就真的很乖 那當然抹片檢查就OK啊 沒事啊 對 那看起來 老太太還是沒有釋懷啦 就走了這樣 我心裡想說 哪一天這個媳婦 媳婦要是懷孕了真的很可憐 對啊 結果再隔了半年 媳婦真的懷孕了 老太太帶她來產檢這樣子 老太太常會說 醫師啊 你要勸我們這個 我們家這個女兒啊 她那個... 人家網路上都說什麼 木瓜啊 蘆蕙啊 藝人啊 山楂 黃蓮啊 人參啊 然後什麼蝦蟹 韭菜 豬肝 等等等等 一堆東西不能吃 你要跟她講 這些東西不能吃啊 我心裡想說 阿姨這樣的話 這些東西不能吃 那可能沒什麼東西可以吃了這樣子 對啊 這麼多啊 再來的時候 又講說 你勸勸我們媳婦啦 那個她常常在外面走來走去 還工作 跟她講說不要工作了 待在家裡躺著休息這樣子 隔了大概三個禮拜回來的時候 又改了 她說 我們這個媳婦 在家躺著都不做事啦 都一直躺著休息啦 她到底又怎樣啊 這樣子到時候生的話怎麼生 到時候沒有力氣生 可是媳婦每一次來產檢的時候 都沒有說過一句話 都是靜靜的在那邊 其實我有點擔心 結果後來的話 她自己找到方法 她在產檢跟產檢的中間 她自費掛號 過來看我 然後跟我講說 她在運期中 可能有一些什麼樣的狀況 然後要詢問的問題 她就自己來這樣 所以你是她的小王對不對 因為她白天 你來找她 沒有 這樣太危險了 不過沒有 反正後來 就這樣相安無事 完美解決 不過這個媳婦也滿有智慧的 至少要擠 因為她知道她的婆婆 可能很難找到的話 對 不錯 但是幼子醫師 你遇到一個 這個連我看到 我都覺得太可憐了 對 那個媽媽 她進來門診的時候 她是手掛著一個 那個 然後那個提籃其實 我自己都知道很重 因為這提籃其實擺在車上 稍微轉一下角度 就是汽車安全座椅 這個提籃很重 小孩子才一個多月 換句話說 媽媽其實才跟完 剛生完小孩沒多久 那媽媽就說 這個小孩子咳嗽流鼻水 咳嗽都咳得很嚴重 那說媽媽都沒什麼睡 那我檢查完之後 我發現說 那孩子還真的只是感冒 但是我也跟媽媽講說 先讓媽媽知道說 孩子咳嗽可能會好得比較慢 因為她也不懂得醒鼻涕 也不懂得咳痰 我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我希望安慰媽媽不要太擔心 了解 但是我講完好得比較慢的時候 我印象非常深刻說 我到現在都很慶幸 那個媽媽昏倒的 是靠在旁邊的護理人員身上 慢慢地滑下去的那一種 她不是瞬間 胖地倒下去的那一種 結果她真的低血壓 低血糖 其實五六分鐘後 她就清醒了 那我就跟媽媽說 媽媽 妳剛剛是聽到 我跟妳說孩子好得比較慢 妳是很緊張嗎 是 她說沒有 她自己都知道她作業只做得不好 作業只做得不好 這真的故事真的有點扯 她說她在懷孕的時候 跟先生很早就去看了一個 五星級的作業只中心 很好啊 婆婆就說 作業中心都沒有家裡舒服 哎呀 她就叫她兒子說 妳把錢拿著拿著 那多少不貼我 婆婆來幫妳做 好可怕喔 兒子很輕話 那媳婦是萬般的心裡不甘願 對啊 她就想說沒有作業只中心嘛 好 她就 往路上就看那個作業只餐 很方便 會送到家 就送到家門口 結果第三天 第四天 婆婆在門口 堵住那個作業只餐的 跟她說 所以媽媽就是心理壓力 加上身體沒有調養好 那我們說真的 我們也不能做什麼啦 我大概就只能跟媽媽說 妳下次來看病 盡量不要自己一個人來 我真的很怕妳這個 下次又有類似暈倒的情形 而且還不是在我們面前 那就真的很辛苦 所以我發現以後釋婚 是要跟婆婆釋住 不是跟老公釋住 所以就要先試試看婆婆 到底怎麼樣 嚇死人了 不過從夫妻的問題 到婆媳的問題 接下來這個 整個家族的問題 對 有的時候 家族裡面的成員複雜 人多上演 各種紛爭 在醫院醫師面前 調解不來怎麼辦 因為不是每個病 都可以讓妳想一天 兩天 三天的 萬一你們家屬人一多 人多口雜 大家意見不一樣的時候 我們醫生會沒有辦法做事情 然後有時候病人的病情 你就在裡面一直拖 一直拖 更討厭的是 萬一那時候病人是昏迷的時候 他連你想要表達自己的意見 都不行 對啊 那時候那個急診室 就來個病人 六十幾歲的阿公 他在急診室的時候 他就說他肚子很痛 那時候我們一抽他血 八點子兩萬多 那時候我們就馬上幫他 切電腦斷層 電腦斷層切過去說 沒有問題 沒有看到什麼東西 那我們就先收上去住院 打抗症通室 結果晚上八點或九點的時候 傅小姐又Call我說 那個阿伯 什麼好像意識有點改變 變得有點叫不大型 然後我就嚇到想說 會不會去中風 又上去就有電腦斷層 就是做頭的 可是那時候我連肚子 都順便一起坐一坐 全部掃完 又通通沒事 可是那時候我們又再抽了一支血 白眼球本來是兩萬多 才隔五個小時而已 現在在車已經快四萬了 就直接飆兩倍 我就說 我就覺得不對 因為以我們臨床的經驗來看 這個最像最像就是 長子中風 我最近只有做電腦斷層 那個長子中風 在那個初期跟中期的時候 電腦斷層常常都看不出來 通常是在比較後期的時候 電腦斷層才會比較明顯 可是因為他已經敗禮症 到那個血壓不大吻 然後意識又改變了 讓我覺得說 這個肌肚子裡面一定有問題 可是我要確定那怎麼辦 我就要開刀 那時候我就跟蝦柔講 我說我建議你開刀進去看看 因為我中風常常黑掉的時候 但是你開刀進去看看 感覺長得像去逛蔡世成 有一點 所以下次我要修著我的講法 對 我就想說 我們開刀進去檢查一下 對 然後可是那個 那大師就說 那你開刀進去檢查一下 那如果不是咧 是不是白癌一刀 對 那他不是就白癌一刀了嗎 對啊 可是我說除了開刀之外 沒有辦法去確定 而且萬一你讓我開 萬一他真的是 再拖下去可能就沒有機會了 其實他旁邊有四個家屬 兩個兒子 一個女兒還有一個媽媽 那個弟弟還有他的那個姐姐 兩個是贊成開刀的 可是他的那個大兒子跟媽媽就說 你有確定之前怎麼可以開刀呢 所以兩個在那邊吵得很兇 突然那個弟弟就說 我真的覺得你這樣子 會害死老爸的命 哥哥就說 你這樣講我是不是 好啊 那你負全責 你如果今天開下去 爸爸怎麼樣了 你告訴我 全部都你負責 幹嘛 他一講他弟弟就不敢講話 你叫他做這麼大的承諾 他哪敢 弟弟就不敢講話 然後那哥哥就說 好啦 你也不要說我不迷你 因為他們家有個 很信任的算命老師 對 我們就問陳老師 到底要不要開刀 陳老師來了 我們請陳老師 我們講的 對 我們就問陳老師 他一開始打電話 到陳老師的店裡面 想要找陳老師 我當時就想說 你們吃白癡 秀斗 半夜一點多 店裡面是有人 果然一直打來打都沒人接 他們也沒有陳老師的手機 只有接那個店的電話 副射老師 不是會找一個信陳的來 我本來想跟妳講說 我就是妳老師 問我就好 因為後來真的 說到早上七點 他們終於聯絡到那個陳老師了 陳老師看起來是還算通靈 那因為他接到電話 馬上就說 要開刀 這個應該要開刀 對啊 後來就開刀 可是就來不及了 他爸的小腸已經黑掉 快兩公尺了 剩下六十公分 對 所以我們開刀的時候 就只能把他剩下 黑掉兩公尺 對 我把他兩公尺 小腸都截掉 剩下六十公分拉出來 做一個人工鋼門 四個月之後 我們幫他接回去之後 因為變成小腸太短了 對啊 他這輩子都在吃紙接藥 他幾乎沒有辦法吸收 他後來整個 那個生理狀況就變得很差 可是我發現有時候像 他們兒科也很擔心 這種人多口渣 因為像我印象比較深刻 是之前有個醫生說 他就遇到那個是什麼呢 他說那小朋友來的時候 其實等於是過動症 是來做過動症的確診 可是他之前其實很小的時候 學校的老師 鄰居所有人看到到說 你這個兒子 實在是你給他帶他檢查一下 應該是過動症 因為他已經是 不但很粗魯 坐不住 會動別的小朋友幹嘛 都怎麼樣了 可是 是阿嬤跟爸爸死都不肯 阿嬤說 你老公小時候是這樣 他叫做調皮 都後來為什麼 一直拖到小三還小四 去看醫生 是因為 因為有時候真的太粗魯 然後除了成績差幹嘛 大家都討厭 那一次就是跟同學 因為很粗暴一疊 人家手剛好被去割到 你知道 割很大一弄 那一次事情鬧大 然後終於帶去 醫生才說 所以有時候家裡人多口雜 你看小朋友老實說 你拖了之外 他的人際關係 很可能都受到很大的 對 我要分享一個 也是家族比較多意見的事 我之前有碰過一個 大概接近九十歲的一個病人 一個老奶奶 他之前沒看過醫院 沒有看過病人 他第一次送來 我們醫院急診的時候 就是說很喘 然後躺不平 然後當然急診醫師 很快就幫他照X光心電圖 很明顯就是一個 心臟很大 然後肺肉沾滿的水 所以我就跟他跟家屬講 家屬其實來非常多人 家屬都滿孝順的 就跟他們講說 這個是心臟衰竭 需要立刻住院 而且他現在年紀又大 人又很喘 所以 現在要住交互病房 先觀察 嚴重的時候要插管 那那時候就分了三派 第一派就是說 你是不是應該要去更大的醫院 第二派就是說 不用轉運 要積極治療 在這邊 那另外一派就覺得 阿嬤都九十歲了 那應該讓他安安安心心的 就是說 也不要插管 什麼都不要 就 這樣幫人嘛 對 那其實那時候我就跟他們講 至少轉院派 我就跟他講說 其實他現在狀況不適合轉院 是 那所以好歹 好歹說這一派就消音了 那後來就住交互病房做處理 通常這種心臟衰竭 下一步是要先確定 他血管有沒有問題 就是可能要做心導管 確定說他血管有沒有阻塞 但是對九十歲來講 這也是一個選項 就是說你可以考慮不做 你就是藥物控制 保守療法 另外一個就是做心導管 確定血管有沒有問題 去做處理 積極療法 那時候家屬就分兩派了 所以後來又討論了很久 後來就是 決定要做心導管 這一派又勝出了 他們決定說給媽媽一個機會 就做了真的血管有阻塞 要放支架的時候又分兩派 要放好的支架 不要支架 還是一般的支架就好 那出院之後 到底要怎麼回家 又分了好幾派 就是有一派就說 媽媽現在心臟有問題 又放了支架 那回家我們不會顧 可能要去安養機構 那有一派就說 這樣不孝順 媽媽就要安養機構 這樣怎麼孝順 我們自己家裡自己顧 所以其實在這個 阿嬤住院過程中 其實幾乎每天 不同的時段 就幾乎一直在跟家屬開會 那只是變成說 我在查房的時候 通常這一床我就會 心態上會有點 忍耐啦 就是放到最後一個查 因為通常會講很久 對 就是你要把每一條路 都講得很清楚 好處壞處 然後到最後我也請社工介入 因為社工是我們醫生 最好的朋友 你困難是 你交給社工就對了 對啊 然後後來請他去介入之後 慢慢就找到一個 大家可以接受的方法 阿嬤沿途一定 你很差 可是他沒有負責陳老師 是陳醫師不是陳老師 對 陳老師就好解決了 差一點是不是 但是又難解 我們家也發生一個 很緊守的對不對 對 其實我婆婆過世後 大概一個多月吧 就是她事情處理完後 沒多久 我公公就突然打下去 然後我們就送到醫院去 後來就發現說 她是要裝一個電池 心靈調節器 那因為我公公就一個人嘛 那時候八十幾歲 所以我們就常常 把她接上來在我們家住 有一天就在泡茶泡完後 她進去睡覺 在客廳泡茶都還好 就進房間以後 就開始亂叫 那我先生進去以後才發現 我公公已經瘫了 就是突然中風了 那就打電話就送醫院 救護車就去 可是那時候 我的小孩還小 就被丟在家裡 沒有人 我在拍戲 所以我們也覺得 那個時候 我們自己本身的狀況 就是沒辦法好 完整地照顧公公 那那個當下 我們就趕快通知 其他的兄弟姊妹 來開會到醫院 可是我都不知道說 在那個時候通知來 為什麼大伯都沒有來 然後大嫂也都沒有來 後來問了才知道說 結果有一天 我就在家裡 就接到這個大嫂打電話來 她就說 妳知不知道幼稚園老師 打電話給我 我說怎麼了嗎 她說妳跟妳大哥講 叫她自己去接小孩啊 那我說 那她沒接那妳就去接啊 然後大嫂就說 是她說她要孩子的啊 那現在為什麼要叫我去接 我要做生意啊 然後後來我們才去追... 才知道 她可能是有什麼事情 可能躲起來 我們也都找不到她 然後這個大嫂去很... 很為難的 去把孩子接回來之後 就情緒一直不穩定 一直打電話來我們家鬧 她就說要把孩子丟回去給爺爺 然後我就很不高興地告訴她說 如果你覺得爺爺可以顧 那妳就丟給爺爺 沒有關係 然後大嫂真的帶著那個 幼稚園的小朋友就去醫院 真的去查名字 真的喔 真的找到爺爺 結果她真的要把孩子丟在醫院 然後那一天就剛好 就兄弟姐妹 大哥沒有出現 就是二哥 二嫂 然後姐就是姑姑 姑爹什麼 我們都到醫院 大嫂就說 我不管 孩子丟給你們 她就要走 那我看她的哥哥姐都沒有講話 都沒有人講話 那孩子又哭又吵 在病房其實是不好的 然後我那時候我就覺得 我應該要出來講一句話 因為我覺得我受不了 我就跟我先生講說 我要工作我很累 我照顧爸爸我也覺得很辛苦 我是覺得爸爸辛苦 我們大家都辛苦 對 如果這個時候 妳還要照顧妳大哥的小孩 那對不起 結果她的兄弟姐妹就傻了 為什麼我會突然這樣講 因為我覺得我勢必要 表明我的立場 因為中風的公共是我們 而且不是妳能力的負擔的 對啊 那這個小孩子的教育 其實最主要的原因 是因為我覺得這小孩子 非常壞了 我們講講不聽 我沒有那麼多的心力 去顧妳這個孩子 所以我不要帶這個小孩子 然後因為我當下 有看到那個爸爸的眼神 當然是不捨這個孫子 爸爸就一直 那我就覺得我很委屈 我還是衝出去 然後衝出去之後 那個我老公的 不是 我爺爺的那個 主子醫師剛好在外面 他就跑過來跟我說 雅小姐妳放心 我們會去跟爺爺說 他現在沒有辦法 照顧這個孫子 會請其他的人安排一下 然後這件事情我才緩下來 情緒才進去 因為我覺得那個當下 你們一定要說 這個孩子誰處理 不能丟給我們 我們還要照顧爺爺 對 所以那個當下就覺得 醫護人員聽到 他們也很尷尬 不敢進來 那我覺得我如果 不捍衛自己的話 這個事情 是不是會一直吵下去 對 我們一個同事 神經科醫師 有一次有一個老先生 被兒子帶進來 大腸癌是十大癌症的 第一名對不對 那有聽說說 吃素可以預防大腸癌 有這個說法嗎 真的 網路上有很多人 都這麼覺得 就是說我只要多吃蔬菜 吃素 少吃肉 這樣子應該就不會 得大腸癌 可是我在這個採訪的過程中 其實也聽過 吃素得大腸癌的故事 我印象很深刻 那是一個老師 然後他不只如數二十幾年 而且他笃姓佛法 所以當他開始出現說 便秘什麼 就是排便不順暢 他就想 多吃一點蔬菜好了 這樣拖了一年半 他就想說 真的症狀很快才就醫 結果一就醫的時候發現 他真的大腸癌 而且已經肝轉移了 他當時都不可視性 他不是吃素嗎 為什麼他還佛法的潛心修佛 為什麼還是會得大腸癌 其實應該是這樣講 大腸癌 它為什麼會有這種說法 是因為之前大家都知道 多吃紅肉容易得到大腸癌 因為紅肉裡面有膽固醇 膽固醇 多吃紅肉的重點 膽固醇會升高 而且那些膽固醇跑到大腸裡面 被一些細菌分解 會產生一些有害物質 會讓你的一些大腸的細胞 可能就會轉化成癌症 所以就大家都會想說 那既然多吃紅肉 會得到大腸癌 那我不要吃肉 我吃素 素反而就可以預防大腸癌 事實上這個觀念是 因為你知道嗎 因為大腸癌的那個 癌症的發生 不是單一的因子 像以大腸癌而言的話 通通都會造成大腸癌 絕對不是你一個吃素 就可以解決掉的 而且像很多人 像心靈他也有一段時間吃素 可是他還是胖 所以我一直是說 吃素的人 有的會加很多的油 去煮那個東西 所以我才說 你要預防大腸癌 不是吃素而已 應該是各胖 而且這樣 也要吃 吃素也要吃得健康 也要控制體重 要多運動 不要抽菸 不要喝酒 這些才對 光是吃素 是不能夠預防大腸癌的 了解 他是個中風的老人家 那中風其實一直在 別的醫院看 中風很多年了 然後這次來看到醫生 醫生以為是 該怎麼中風 突然換個醫院看 他說醫生 醫生沒有 他今天我爸爸雖然中風 但是今天他看感冒 那醫生就問看感冒 好不好 說去看吧 中風也可以看感冒 問他哪裡不舒服 所以爸爸哪裡不舒服 那個兒子說 醫生你自己問他 他會講 他會講 那醫生看我說 阿公是哪會騎 阿公就 就點頭這樣 有那麼小嗎 就點兩隻 我們知道醫生現在寫病例 我們的病史來源是 病人本人或是家屬 他其實正式格是要記錄的 對 所以大家這個情況就是 他寫病史來源病人本人 他問了幾句之後 阿公也講得清楚 就點兩隻頭 醫生快把他去聽聽診 然後看個喉嚨 他感冒就開始要回去了 回去了之後 過了一段時間 家屬來說 醫生我要開個診斷書 我要開我爸爸 內臺就診診書 醫生說好不好感冒 他說不是... 醫生 因為醫生病例寫說 病史來源是病患本人 也沒有寫意識不清楚 醫生那時候也不宜有他 就註明意識清楚 註明完之後病人就拿走了 過了一段時間 醫生就受到法院的 法院傳票 法院傳票說什麼傳票呢 法院法官就問醫師說 這個某某某先生中風之後 他是否意識清楚 其實這個 他其實受了一個局 基本上他爸爸中風 或許某些簡單的問題 是可以表達 那他來看的時候 是他說看感冒 那醫師對神智的 這一部分的評估 基本上就沒有太詳細的記載 是 那他又說 醫生你自己問他 他自己會講 所以他的勾斜 就是病史來源 就是病患本人 所以他可能用這個 看完之後 他就把他爸爸財產 在兄弟間 大概是有些爭執 就把他做了一些處理 處理完之後 另外的兄弟姊妹就覺得說 爸爸這種情況 你怎麼可以 他說沒有 是爸爸自己處理的 他媽媽說 爸爸不可能處理這種事情 他說沒關係 所以就鬧了法院了 所以法院就來 我問這個醫師說 病人的那天的狀況 醫師是否清醒到 所以醫生就愣在那邊 他根本想不講 他說根本什麼 好壞喔 對 他只是想說 看看病歷是一個中風 在別的醫院開了很多年 這次來看個感冒 而後面開個診斷 所以也沒有想到什麼東西 後來他被傳出庭作證說 這個病人能不能 做重大財產分配 所以像這種問題 醫生都非常非常的 現在帶醫生都被 也只要有時候發生 醫生都很小心 對 我今天聊了很多 很多從夫妻 然後到婆媳 到家族之間 之前我在臉書上看到一個 一個人的留言 他說 一個星期內走了兩位親人 也讓我看到人性的醜陋 可是我覺得其實在這個時候 就是在生根死 或是在病痛的狀況 其實人出於愛 或者是出於很多的關心 其實到那個時候 會變得很多的慌張 這時候或許就是 是真的不要為難彼此 然後為彼此想一下 再來就是希望 所有的生者安好 死者安息 謝謝大家分享 謝謝 記得看到媽媽 我小小小小 跟我們公眾都沒有 拜拜 我還就從以前到現在 都一直聽說 就是同姓氏結婚生小孩的話 小心小孩會有遺傳疾病 這個說法算正確嗎 古時候也許是 因為古時候一個宗族 還有那個姓氏的成員 多多少少都有 靜心的關係 但是現在 已經這麼多年 那個姓氏好幾代下來 都已經有很多基因的改變 所以我想 這個在現代的世代 可能不是一個很大的禁忌 那但是我們要 你有沒有想過 為什麼淨清結婚 比較容易會生出 這個有遺傳疾病的孩子 是因為我們人類的基因 其實越來越不乾淨 我們人類基因裡面 砸了非常多的垃圾 一些歷史的痕跡 在我們身上留下一些 不好的基因片段 但是因為我們有兩條 所以好的那一條 可以至少扮演一些 比較正常功能 但現在如果我的垃圾 跟你的垃圾很相近 結果兩條 剛好那些垃圾的位點 通通都併在一起的時候 你就沒有一個好的基因 讓你表現出一個正常的功能 是 所以現代的人 其實基因是很亂 那所以淨清結婚 還有沒有什麼要小心 要擔心的 有一些人有一個誤解 我剛剛講到的這些 淨清結婚的疾病 包括什麼血友病等等 但是其中沒有包括唐氏症 了解 唐氏症的孩子 他是這個染色體分裂的時候 出現的異常 他是沒有分好 所以黏在一起 變成有三條黏在一起 那個跟你淨清結婚 是沒有關係的 所以如果真的有 這樣的一個狀況 不要怪到說 是不是我們兩個家族裡面有誰是 親戚 可能不見得是這樣 跟年齡 懷孕的年齡比較有關係 了解